其實 我覺得我遇到的其實都是 讓我覺得滿厲害的 因為其實我算是 對女生 就是因為我自己長得 比較有侵略性一點 所以很多女生 她們跟我當朋友 其實她們都是知道我的性格 然後其實我真的 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說 如果老天爺給你一個 死壞的外表 他就不會給你耍壞的頭腦 因為我遇過幾個 沒有 沒有 有的是 沒有 有的是長得壞 可是他內心還沒辦法那麼壞 可是有的是長得很好 可是他內心比較壞一點點 因為他要點手段 我遇到的那個是因為 我覺得因為我個性很直 所以我譬如說 我覺得這個男生不錯 還在曖昧的時候 如果我的朋友問我 我一定會跟他講說 我覺得這個男生不錯 什麼什麼 就是我會先講 可是有的女生他會說 我覺得他還好 就是會怕別人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他會故意不講 防著 對 可是因為像我都會直接說 我覺得他不錯 怎麼樣 他很好聊天 然後什麼 跟他在一起很開心什麼的 殊不知我這樣一講 就勾起那個女生 他也想要的慾望 但我當時不知道 因為我一直跟他講說 就好像你想買個東西 然後你一直說他有多好 多好 你就無心中把這個男生 又推銷出去了 結果我就在跟他徹夜聊天說 我覺得這男生真的很好 什麼 但我們還在曖昧什麼的 我就不小心把這個情形 全部都跟他講 可是妳曖昧有先說 妳們有曖昧 我也有先跟那個女生說 我們就是每天都會怎麼 然後就是那種曖昧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他真的就很不錯 什麼什麼的這樣 就只差一步 就要交往的那種過程了 然後這女生就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他人那麼好 然後什麼什麼的 我就不小心講太多 等到我嚇一次 我看到他們兩個人相處的時候 我嚇到 因為那個女生 就是這樣依偎在他旁邊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了這個手 我不知道 然後 在妳不知不知 對 然後等我看到的時候 兩個人已經在那邊 同看一本書了 同看一本書 對 就像妳說這樣 看他那邊說 你看這個要什麼的 然後我內心就想說 我不是兩天前幾個禮 多久前跟妳講說 這個是我的菜 然後妳還跟我講說 我真的覺得 妳們還滿配什麼 妳還一副就是要祝福我 跟幫我的意思 怎麼下一秒鐘妳已經 夾走 已經夾走了 已經在碗裡了 已經夾走了 是他追我的啊 然後我覺得 對不對 一定都會這樣講 不是 然後 妳很了解 妳很了解 對啊 挺妳很會 其實不瞞妳說 我們之前也是有過 妳有14年了 不要硬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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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 今天不是我們要去罵這些女生 有多不好 只是我覺得說 妳喜歡一個人 妳可以用手段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可能是我 我喜歡講清楚 如果妳也跟我說 我也覺得他不錯 那大家就公平競爭 那我覺得OK 可是我不喜歡這種 表面講一套 背後做另外一套的人 然後像我遇到另外一個 他也是很厲害 他每次看到我 他就說 寶貝好久不見 你來了 今天你也在這裡 就是那種笑容 已經堆到這裡來的 然後後來朋友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他很愛講你壞話 然後我就說真的假的 可是他在我面前 都堆到這裡這樣 他說我跟你講他超愛講話 然後有一天就被我逮到 他就這樣 一包廂門口 他就看到 他就說 你也在 萬間穿得好漂亮 什麼的這樣 一回頭 一回頭跟我朋友說 他來幹嘛 他來幹嘛 可是妳不就在旁邊嗎 我朋友立馬就跟我講 就我朋友立刻就跟他講說 是妳來幹嘛吧 妳這朋友OK 對 我朋友就跟他講說 是妳來幹嘛吧 我們沒有找妳 可是這種女生 她就會混在人情當中 而且她會 而且妳知道嗎 她會東講這個人怎麼樣 西講這個人怎麼樣 因為她要有存在感 她一定要一直罵消息給妳 對 然後有一天 她就真的做了一件事情 真的讓我火燒到這裡 那我想說 好 反正都已經這樣了 有一天我真的遇到她 她又站在那邊 就是站妳面前 然後在演那種 講壞話的那種戲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就坐在旁邊 那我就說 聽說妳還講壞話 我就直接 然後她怎麼樣 她就這樣說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怎麼看我這樣 妳是誰說的 對 就是這樣 音調瞬間高到那裡 怎麼可能 然後男生又覺得妳是壞人 對啊 沒有 我跟你講 而且會假歌 而且男生就會覺得 你們是兩個人 沒有 我跟你們說 我跟你講我也學聰明了 所以我在一個很吵的地方 然後我也笑容堆到這裡 聽說妳在講壞話 然後旁人看的時候 就覺得我在跟他聊天 然後他就說 Baby怎麼可能 我 Baby 對 他們很愛叫人家Baby 然後他就是Baby吧 對 然後結果 Baby 他就說Baby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講壞話 然後我就說 可是大家都說 妳在講壞話 他就說 妳一定聽錯了 我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說 那妳要好好交朋友 因為大家都說妳在講我 那要不是還好 我今天跑來跟妳講開 我還真的 這高昌 火燒到這裡來對不對 然後從此之後 他就不太敢 他就有收斂一點點 可是還是會 妳知道這種人 他的嘴就忍不住 有一天我就在夜店裡面 辦了我的生日 牆上貼滿我的照片 很清楚 這就是我的局 對 他又來了 妳有事嗎 我沒約他 把人推開來 就熟進我的包廂裡面 我就想說 妳也太敢了吧 然後這樣坐進來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這個也太不上道了 他就這樣過去 因為他只要有男生他就懶 然後他就跟他有說 不好意思 今天是那個私家的生日 你要做可以 可是你要不要跟人家 壽星打個招呼 或者租人家一個生日快樂 就基本禮貌 我跟你講他超酷的 我朋友跟他講 他就這樣 你知道我爸就直著 要看這一座眼看 他們那一團真的都是美女 我爸就急著吃麵 麵還沒整個戲劇 一條在這邊就 我跟你講他超酷的 我朋友跟他講 他就這樣 我不是來找他的 在你的包廂不是來找你 對 他就說 我不是來找他的 你們不要誤會 我就想說 你不是來找我 那你來找誰 你來找男人嗎 就可以這樣直接這樣坐進來 他是來拿保險的 保險業務 對 他是很多人 局他就要到 男生他是很辛苦 他很辛苦 他就不拉業務 不是 你知道氣的是什麼 氣的就是說 你是這種人 你又不承認你是這種人 你要當這種人我無所謂 可是你不能說 我又要講你怎樣 可是我又要佔你的好處 你就會很不爽 而且你都坐進來 你好歹跟我演到底說 終於生日快樂 那我還覺得說 你有個還很有歌 對 可是你又沒有要這樣子 又這樣子 這個演技 可是你們那一團 他們那一團 真的都是美女 然後每一個人的打扮 都沒有在客氣 沒有在客氣 有一次 我爸爸 我媽媽 沙利媽咪 我乾媽 就是千歲千歲 我們在一家 我們常常去的一家 小小的日本料理 非常小的店 那個店 大概容納三十個人 就滿了吧 他們大概進來十個 都是 我跟你講 私家在裡面是中等的 真的 中等獲勝 有好幾個都是腿很長 然後又高 又漂亮 很漂亮 然後就譬如說我們這一家人 坐在這一邊 你知道我爸就急著 要看這一座 因為他麵就很難 超可愛 就一直會發生 就是那種聲音 因為我不知道 我爸就急著吃麵 麵還沒整個吸進去 一條他就這樣 還要看那一座 對 真的很漂亮 就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就是男生還是會 很難抵擋對不對 很難抵擋 來看看小柔分私家 你的直覺 還滿厲害 如果你們跟他們一樣選到 剛裝音響 忽然間來個大聲的音樂 那麼 這位 如果有一天小柔跟私家跟你說 這個人不要靠近 請你相信他 因為全部都是他戰鬥經驗來的 這種軍師你哪裡找 完全可以看穿人性 因為他們其實也是 一路被傷害過來的 我整個保衛整個身體 真的 真的 因為這一組人 本來也是很相信人 可是一再的被受傷以後 他們學乖了 等於是說 也有在學習和成長知錯能改 所以他也火眼睛睛 看得懂你在 你這一招是在幹什麼 曾經我 來翻開我的歷史 哪一年哪一月 我遇過吃藥的女孩 第37號 那一個女生就是這個 他後來一定會怎麼樣 我告訴你全部劇情 你一定會照好 如果她會發脾氣 可以吃藥的 打鼻子 是 很明顯 那一個女生 才是 難以 behavi